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備節目 在今天的班會時段 老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溫習的技巧和心得 希望在下星期的考試可以幫到大家 下星期就考試了 大家的心情到底是怎樣 會不會覺得有壓力 還是覺得已經準備就緒 甚至是很期待考試的來臨 希望可以有一個好成績 其實劉老師很想和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準備這個考試 以及可以獲得好的成績 在上星期的時候 我們石湖群英會 我們的學術精英有一個聚會 而老師亦和他們玩了一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也幫到他們 所以老師很想趁這個機會 就和大家分享和一起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記憶力挑戰戰 老師會給大家一些小測試 裡面有些詞語是不跟次序 或者是隨機 是沒有關聯的 大家現在是不可以做筆記 看看你們可以記到多少個詞語 而上次玩了這個遊戲的同學 你就讓他挑戰自己 看看你自己還記得多少個 千萬不要提隔離的同學 好 遊戲開始 大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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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瓶 橡皮筋 沖電線 明信片 蓝球 便利贴 棉皮 胶带 纸箱 换偶 吉他 各位同学 在这个试试里面 现在老师给大家15秒时间 看看可以数几个词语出来 预备开始 好 时间到 大家记得多少个呢 三个 五个 而我们上一次聚会 我们的学术精英 他们大概记得七个词语 到底我们这里 其实总共不止七个词语 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记得更多的词语 记得更多的内容呢 其实老师想趁这个游戏 介绍大家 温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配合图像 和把我们学习的内容 变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以加强我们的记忆力 和理解力的 好 现在呢 那老师就将它呢 有一个短片给大家看 它是用普通话来讲解一个故事 速度比较快 所以各位同学呢 现在可以很留心地去看 去片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天 大象先生背着水壶准备出门 突然被一个橡皮筋射中 原来是在书房的太太 要提醒他充电线忘了带 大象先生出门 查看了一下信箱 发现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画了一颗篮球 还贴着一张便利贴 提醒他要记得去拿送洗的棉被 大象先生怕忘记拿棉被 就用胶带把便利贴 黏在手臂上 回仓库找了纸箱 准备去拿棉被 到了干洗店才发现 纸箱中装了一只大王傲 换一把吉他 根本装不下棉被 现在回想 然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图像的话之后你记住 好 那么刚才那些词语呢 就利用图像 还有将它变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老师就想跟大家讲 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技巧是很重要的 就是做笔记 那么当我们做了笔记的时候 将一些重点抽出来 亦都可以加强大家的记忆 那么现在老师就和大家一起 再重温一下 刚才的内容到底是说些什么了 那么首先呢 他就告诉我们 有只大象 他背着一个水壶 他就准备出门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条杖筋 射向他那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呢 就是房间里面的太太 就告诉他 记得要先带充电啦 你忘记了 是想提醒他 那么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呢 就看到油箱里面有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面还画了一个蓝球 以及有一张便利贴 而便利贴上面的内容呢 就是有一张棉被 记得他要去拿 那么大象呢 所以呢 就准备去拿一个纸箱 去装这个棉被的 而他呢 亦都怕自己忘记了 所以就利用这个胶带呢 就将这个便利贴 贴在自己的前臂那里 提示自己 那么但是呢 当他去到这个洗衣店 准备装棉被的时候 啊 原来他发现纸箱里面呢 竟然是装了户偶 以及吉他 是装不下他要拿的棉被的 那么现在呢 老师就当大家整理了这些笔记 也都将这个故事呢 再讲解一次给大家听 那么大家又会不会再理解多了呢 那么其实呢 这里总共有12个词语 那么现在呢 老师又想大家 透过这三个方法 利用图像化 有意义 还有有笔记的情况下 你又可不可以 讲到多少个词语呢 我又给大家15秒时间 看看可不可以呢 可以记得比刚才多的词语 预备 预备 好 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呢 我希望呢 大家是学这个方法来的 我们考试不是说会考这些词语 也都呢 不是说考这些故事的内容 但是老师希望大家 掌握到当中的温习技巧 我们可以将学习的内容 变成图像化啦 把它记住是有意义的内容啦 还有平时温习的时候呢 都多做笔记 将一些重点的地方呢 记录下来呢 亦都可以加强大家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另外老师又想有个问题 可能都是大家同学的心声 到底为何我们要复杂 或者是温习呢 又或者大家经常会听到 老师提醒你要温习 家长提醒你要温习 每当考试前你要温习 那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老师呢 就给大家一个资料看 其实呢 这里有一条遗忘曲线 就是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刚刚学完的东西呢 其实我们的记忆量呢 都有100%的 但是当我们时间过去了 大概20分钟之后呢 我们的记忆就大概剩下六成 过了一个小时就剩下五成 而时间越久经过的日数越多呢 我们所记忆的东西呢 就会越来越少 而另外在旁边呢 也都大家有说到 原来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呢 我们是容易会记住的 那也是呢 如果是容易记住的 那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将东西变成有意义的东西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呢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会随着时间去忘记 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地努力去温习 那大家又看看这个图了 会见到刚刚学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都记得的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 我们会忘记 所以当我们又复杂 不断地有一个温习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将一些熟悉的东西呢 慢慢去记住 牢牢地记住 而呢 我们越过了时间内呢 那其实你不需要每一天温习 你隔一些时间 隔一些时间再温呢 都是能够是记忆的 那所以 这里告诉大家 学习了的知识 我们一定要好好复杂 不然呢 就会忘记了的了 那接着来呢 老师还想介绍到一件事给大家 就是这个番茄中读书法 那其实它是来着一个 番茄中的工作法的 那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要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用30分为之一个 30分钟做一个单位 我们学习了25分钟里面呢 那其实我们努力去工作之后呢 就过5分钟 就休息时间 那我们在温习的时候 就是大概30分钟啦 那我们可以做4个循环 就是在2个小时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工作 那但是呢 它告诉我们 每一次呢 我们其实就重点专注在一件事里面 那就好像大家要温习的时候 你可以专注在一个科目里面 那而当中之后 完成了你温习的内容呢 我们剩下的5分钟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是休息一下的 例如大家可以 踩下单车呀 或者是 做一些伸展呀 又或者是看一些 课外书啦 或者小碎片刻 都是可以让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呢 才在第二个循环那里呢 就继续努力 接着继续去温习的 那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我们呢 就不会在限时里面 大家觉得很大压力 啊我一定要温光所有的内容 接着呢就要坐很久的时间 另外就是当如果你长时间温习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会觉得很劳累的 你的集中力也会降低 那所以呢 我们是有一个适当的温习时间 高度集中精神 高度集中精神25分钟 然后休息一下5分钟 那是用这个方法呢 就跟着再做几个循环 就可以因应你自己的情况去安排的 那好处呢就是第一 可以改善我们的拖延 不会磨住我们的时间 然后呢 另外也都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 那另外呢 我们也都是在此证的时间里面呢 已经温习到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也都令到我们有成就感 此外我们有一个规划的话呢 我们已经限在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温习多少 那也都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 以及提升我们的专注力的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试用一下这个方法的吧 那当然啦 是不是规定一定要25分钟 就休息5分钟呢 其实不是的 每个同学呢 都有你的情况啦 因人而异的 那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然后再做一个自行的调整的 找到一个最合适自己的方法 才是最重要的 好这里呢 老师就想引述一下 我们古代圣言孔子的一句说话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态 其实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思考 如果我们只是学习而不思考 其实我们会感到很迷茫 但是你只是思考 但是就不学习呢 其实也是会没有收获的 那所以当我们学习的时候 并不是死记硬背所有的资料 而是我们呢 多一点动脑筋 让我们呢 对所学的知识呢 是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 那老师呢 那老师呢 做回一个小总结啦 那其实呢 我们温习的时候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定一个 温习的时间表啦 另外就是预留一些时间 让自己放松一下 这样呢 才是有效益的 另外我们呢 也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们平时要做运动啦 也都要有健康的饮食 而充足的睡眠呢 也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只要保持一个 轻松愉快的身心 这样呢 才是能够呢 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的 那到最后啦 老师想跟大家说 最重要呢 就是相信自己 这里有句说话就是说 迟做好过没有做 那就是说 其实大家 任何这个时候 你只要跟自己说 有心不怕迟 现在行动 就是非常之好的啦 那有些同学呢 也都已经温习了很多很多的时候 也都要跟自己说 就是呢 我们也都要是 拿到一个平衡点 那就是尽力做好自己 配合我们的口号 我做得好 那就行了啦 好 那刚才呢 老师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温习的技巧和心得 那希望呢 是帮到大家啦 那这里有一句口号 石狐人才 展潜能 精英混习 创佳迹 那希望呢 我们石狐区 每一位同学呢 你都能够 揭尽所能 努力的追求知识 那这里有六位同学 就是我们上学期考试 拿到第一名的同学 那大家可以以他们为榜样啦 而大家呢 亦都可以自己定一个目标 和自己说 是要进步的 那在此呢 老师就希望大家 除了应付考试之外呢 亦都是呢 努力的追求知识 让自己呢 精益求精 更上一层楼的 那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